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执行程序的时候呢 有可能就会不断地从组存掉数据到catch 那么最开始里头都是空的 对吧 catch最开始是空的 所以你就随便用哪一个 一个一个去用它 那么有可能到了某个时间呢 catch满了 catch满了以后 然后我又要 我这个程序又要掉一块新的块 从组存掉进来 那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要从这里替换掉一个 就这个意思呢 就相当于我要用这个块 赶别的块 我要用这块赶走一个块 对吧 把它的位置来放我的 然后那一块就被替换了 所以这就有个问题了 那么这么多里头的 这么多块到底换谁 那么就是这个替换算法 我要把其中的一块换走 那么对于这个直接印象 大家想想 刚才前面一节课里头 讲的这个直接印象 这个它的替换很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按直接印象的话 我组存的数据掉进来的话呢 只有一个位置可以放 对不对 所以你拿进来的话 你要掉一块进来 那一块被占了 而且你比它重要的话 没说的 你就把它替换就完了 没什么好选择的 只有一个地方你可以去放 那么你就把它替换 对吧 那么对于这个组相连 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我一组 我假设我的一组有四个块 那就四入嘛 对吧 好你现在掉一个块 按规则就应该放到我这组 那我现在四块里头呢 已经满了 那我要接收你这个新块的话 我四个里头 要找一个把它换下去 好 这个呢就讲了 这四个里头 怎么选一个来替换 所以呢 就看一下 有几种方法 前面跟大家简单也说过的 一种是随机法 对吧 按随机数发生吧 这个 这个一二三四里头 按随机数发生一下 是哪一个 咱们就替换谁 这个是简单 这种方法很简单 还有一种方法呢 这个先进先出 就刚才前面讲过的 就是如果按照这个对列 先进先出 相当于轮流坐庄 谁进来的时间最长 咱们就把它给赶走 这是一种办法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比较好的 一般称为呢 叫做L-R-U Least Recent Used 对吧 那我们就是说 来找四块里头 哪一块最久 没有被访问过了 就是我们现在 一般是个近视 采用的方法 是比这个 你真正的L-R-U算法 做了一些讲话 对吧 真正的L-R-U 应该是说 四个块里头 哪一个最近一段时间 被用的次数最少 后来变为 这四块里头 哪一个块 最久没有用过了 我就把它替换掉 是这样 那么对于这个 这几种方法呢 做个简单的比较 那么一般来说 这里是两种方法 就是L-R-U和随机替换 那么它在不同相连度 情况下的 它的失效率 大家看一下 对吧 就是不命中率 好 在刚开始 容量比较小的时候 一般来说呢 这个L-R-U呢 比这个随机替换 会好一些 对吧 就不命中率要小一些 但是看最后一行 256K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呢 就是大容量开始了 那你是随机算法和L-R-U 它们的失效率的区别 已经就不大了 就是说 接近了 比如说这几项都是 这是1.13% 1.13% 这也是 这两个都是1.12% 只有这里有一区别 你这个L-R-U呢 是1.15% 那么随机替换呢 是1.17% 对吧 所以呢 就是说 容量比较大的时候 随机替换也好 L-R-U也好 而它们的 就是它的这个 它的性能 它的效果 应该来说是差不多了 相当 因此呢 也就是说 它的失效率 也就是说 那失效率是 接近于相同了 对吧 所以那我们说呢 就没什么差别了 那么一般来说 就用随机替换 这种方法好一些 因为它实现比较容易 啊